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还常常加班 不加班就可能会被解雇 于是每天都筋疲力尽 就开口抱怨解气 对于这些抱怨 我觉得应该向公司领导反应 如果厂里有工会的话 向工会反应 作为公司领导层来讲 公司要生存 面临巨大压力 再加上疫情影响 物价上涨 利润减少 公司只能让员工增加工作时间 但是作为工会就要为职工考虑 如公司在管理方面是否与工作流程 人员配备等因素有关 如果是的话 就要找出解决的办法 比如有条件的公司 专门有大巴士接送上下班职工 有的公司直接向农村购买 食物供应职工 减少职工的物价压力 二是抱怨收入减少 有的职工抱怨自疫情以来 工资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降低 要支付房贷 要交孩子的学费 不足以应对生活成本和个人需求 这可能和公司的效益有关 疫情之中很多公司都关闭或者半关闭 尤其是那些制造业的公司 因为风控导致的亏损至今还不能填补过来 没有一两年的时间公司无法恢复到疫情前的对职工的待遇 但是公司可以慢慢地把工人的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新冠疫情是一场大灾难 面对这场灾难 公司的生存压力比职工的生存压力更大 需要公司和职工们一起 要紧压关 共度难关 抱怨没有任何意义 三是抱怨有功无果 就是有成绩却没有结果 他们抱怨他们无法处理好于公司领导和同事的关系 总觉得自己工作很努力 领导却没有看见 而那些喜欢讨好领导的职工 却受到领导的提拔和奖励 这些职工即使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也不想去或者不太会去宣扬自己 觉得自己太老实 本分就吃亏 抱怨不公平 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公司中和常见 我的看法 不公平确实存在 但是除了你努力做出成绩之外 你要提高表达自己能力的素质 可能是你缺乏沟通和理解影响了你的业绩 比如说你有创新 为企业节省了劳动力 你要学会去宣传自己 有推销自己的能力 让领导和职工在最短的时间内理解到你的成绩的细节 这样就很有说服力 学会推销自己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作为一个职工 在当前企业都很难生存的时候 公司领导是饮食难安推销自己的产品 否则公司就不能生存 想到这一点 你的抱怨就会少一些 当然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力牵挂 不公平确实存在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公平的呢 四是抱怨单调乏味 有的上班族因为长期在一家企业工作 而且是长期做一种单调的工作 比如在流水线上做同一个动作 觉得单调乏味 抱怨企业没有让他离开流水线 做更好的工作 这种情况也很多 现在在很多大的城市里 连大学生都要到流水线上 更何必说你不是大学生 也许在流水线上你比大学生做得好 但是你的工资比他们还低 你会抱怨 但是大学生们在流水线也许只是一时的 他们时刻有可能被公司调升到科室 或者管理阶层 毕竟现在的大学生起码都熟悉网络 可以在线上解决你不会做的工作 所以你的抱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可以通过努力在公余时间学习更多的知识 以后争取得到领导的重用就可以离开单调的流水线 你甚至可以辞职找到更好的公司或者自己创业 无视抱怨福利不好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在疫情之后 犹如在废墟上重新建立新的机构 或者是艰难的修复倒塌一半的企业江山 福利不好很自然 像这几天倒闭的硅谷银行 职工们一夜之间变成失业者 还有职的福利吗 即使是没有受疫情影响的公司 也很难说福利很好 在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 很多农民工住房拥挤 每天上班十几个小时 小病坚持上班 否则的话就无法寄钱给老家的父母 他们有工作就很幸运了 只求能干活就有收入 就有福有利 这种福利实在是令人心酸 企业福利不好原因很多 我们小民无法做进一步的描述 也无法解决 只能希望寄托在开明和聪明的领导们身上 国家领导人把国家管理好 公司领导人把公司管理好 再加上职工的努力 也许你的福利就会好一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